那在今天视频开始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提问一下 你们觉得哪种方式吃蔬菜是最健康最营养的 1.水煮 2.爆炒 3.放少量的水和少量的油一起焖煮 有答案了吗 选三选三哦 具体原因咱们边做边说 分享一个我日常早餐会做的麻油焖煮青菜 用这种少量油加少量水焖煮的方式 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蔬菜里水溶性营养素不流失 并且通过油烹呢 也可以让脂溶性营养素释放出来 关键是它真的很好吃 但我们怎么判断一根卤笋 哪部分可以吃哪部分太老不能吃呢 选择一个位置 你自然的它弯曲折叠的地方就是 先用了焦白 然后可以把这些蔬菜稍微的处理一下 因为加热时间非常短 就把焦白切成薄片就行 直接放在锅里 就随便切一切 好了 说到锅子呢 我们就一定要选择一个有锅盖的锅 锅底最好是稍微厚一点的 把这个相对来说不容易熟的食材放在下面一层 比较好熟的食材放在上面 这蔬菜量还不够 你可以往上带加 我准备再放点金针菇 我金针菇一巴都不洗 可以展现吗 因为后面很不容易嚼 所以我切的多了一点 牙口不好扔了 一直尽量铺平着 我用到了三种调味料 一种是糖激发出这个菜当中的鲜和咸 如果你在戒糖期也可以不放糖 必放的是花椒油 这个十几块钱 非常划算一大片 另外蒸鱼豉油 或者是你喜欢的口味的一些生抽 它提供的是这道菜里面的盐分 就好了 不用搅拌 再加一点点水 因为今天的蔬菜是不太容易出水的 这样我可以加热 蔬菜 煎鸡蛋一锅出 一定记得开小火 同时中小火预热煎鸡蛋的锅 热锅才可以煎出相对比较圆的鸡蛋哦 计时器 调到8分钟 开始计时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一下 面包啊 或者是你想喝的拿铁啊 就可以放一些我自己熬的蓝莓酱 蓝莓的胶纸也挺舒服的 开放三明治 还可以美美的摆上香蕉片 树莓和薄荷叶 还可以再选两个盘子 杯子 好吗 放鸡蛋和树菜 到7分钟的时候 可以让它稍微的搅拌一下 这时候已经很香了 这个味道 可以敞开锅盖 让它稍微的释放一下水分就好了 接着按我们计时的8分钟 让它加入全程的小火 煎鸡蛋的锅已经足够热了 放一点点橄榄油 把这个鸡蛋就磕在你想磕的那个位置 我们要开抽烟机的 可以适当地调整一下火力 让这个火变得大一点 我们放两种调料 一种是海盐 一种是这个辣椒仔 点在这个蛋黄蛋清处就好了 但是这很辣啊 小朋友吃点 煎蛋要保持中火甚至大火 单面煎或者双面煎 糖心或者全熟 根据你自己的口味就好了 饿得虚脱了 尝心吧 看出饿了 饿了 这季节的胶摆真的很好吃 露酸马就要下市了 大家多吃点 今天这一餐呢 其实主要想分享的就是这道焖煮蔬菜 它真的是我每天早上都会给自己做的菜 我真的觉得它味道非常好 就不是简单的煮青菜的味道 我鸡蛋打在那裤子里 白裤子 我要用食物疗愈一下 而且也有营养的依据 是最合适的保留蔬菜营养的主制方法 那希望大家每天都能摄入足量的蔬菜 健康的度过这个夏天 就这样喽 拜拜 前两天我做了菜花的 是兰花的 也很好吃 蒜茄辣椒 就每天早上吃一把那蔬菜 就每天早上吃一把那蔬菜